中共知名媒体人的今日和往昔,中共翻大喉舌知名媒体人分遭厄运从左到右分别是胡新、罗京、李东升、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被称为中共中央一番大喉舌如今。 习习下知名媒体人胡新、田聪明、李东升、罗京等人均遭厄运这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极利用媒体不遗余力的诽谤。 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从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登场的迫害之初。 人民日报每天平均刊登十多篇文章攻击法轮功,新华社开辟专栏系统性造谣重伤,中央电视台每天播报。 七小时事先制作的虚假新闻,进行诽谤人民日报,旗下杂志原总编辑胡新自杀胡新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原人民日报,旗下人民论坛和新闻战线,杂志总编辑2018年11月6日跳楼自杀。 中共人民日报旗下,中共人民日报旗下原总编辑胡新跳楼自杀后,官方至今三间其口。 新胡新1998年到2004年,担任人民论坛总编辑期间,人民论坛杂志刊登诽谤法轮功的谎言宣传。 比如1999年第八期,人民论坛在1999年8月9日,1999年11月3日,1999年12月6日等时间也发表污蔑,抹黑法轮功的文章文章。 还在人民日报网站上刊登作为总编,胡新对这些谎言宣传负主要责任胡新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期间,参与过多篇重磅文章的研究,写作和编辑。 是人民日报任李宣和任仲平,协作班子成员任李宣和任仲平,是人民日报,引导全国舆论灌输谎言,给全国民众洗脑的集体笔名人民日报,的一位前编辑说,人民日报只有报头上的出版日期,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 这一说法也在大陆民众中广为流传。 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7月20日中共镇压以前云南江川县委,政府就开始下发文件,要求法轮功学员停止修炼法轮功,该文件附件就是人民日报的四篇攻击法轮功的评论文章据统计。 迫害后的第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刊登了347篇攻击法轮功的文章1999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诽谤法轮功的社论,被大陆各网站,报道引用14万多次距2017年的数据人民日报。 全中国发行量达318万份人民日报,充当了中共向全国民众灌输仇恨和进行洗脑的工具。 比如2001年1月15日解放军报,报道全军和武警部队认真学习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深入认识法轮功。 2002年9月27日,清华大学新清华报道,我校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收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法轮功就是心醒师生们表示完全同意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关于的定性,据曾被北京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曾正透露人民日报的社论及其关于诽谤法轮功等谣言,被中共劳教所作为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洗脑材料,向被关押的学员反复灌输, 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新华社社长田聪明并亡。 田聪明,2000年6月至2008年3月任职新华社社长,对新华社抹黑诽谤法轮功的宣传副,主要责任田聪明。 2017年并亡田聪明曾任中共新华社社长8年仅。 2000年1月至2003年10月,新华社及新华网发表522篇诋毁和诽谤法轮功的文章 2001年1月23日中,共炮至北京天安门广场,所谓自焚事件。 新华社一反常态,在事发两小时后,向全世界发出英语新闻报道此案自焚事件被中共江泽民集团广泛宣传和升级镇压法轮功,但是此案疑点重重。 被国际社会公认是栽赃嫁祸法轮功的骗局事实,是中共找了几个不练法轮功的人到天安门前去洋装自焚,然后从不同角度拍摄,剪辑合成一个所谓的新闻片。 抹黑法轮功学员仅举证其中四处漏洞如下一,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吗?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其书及明确禁止杀生和自杀,真正的法轮功学员不会自焚。 自焚事件两周后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发表,Human Fire Ignites Chinese Mystery,自焚的火箭点燃中国的黑幕,的调查报导菲利普潘发表到自焚者 刘春林的居住地开封室采访,刘春林的邻居告诉记者,没有人曾看到过他练法轮功CNN一位制片人表示,他当时就在现场但未看到自焚者中的儿童。 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自焚者是法轮功的人儿,刘春林是自杀还是他杀? 新华社差刘春林自焚死亡,但是央视录像表明,刘春林在自焚现场被人用物体重击脑部致死,绝非被火烧死。 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林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他的头部刘春林随即倒地。 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 那么谁是凶手呢? 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指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林的头部。 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军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三,三个王进东自焚事件后,新华网还曾先后出现过三个不同面孔的自焚主角王进东中共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曾出现三个不同面孔的王进东,明慧网,四,自焚者喝了汽油。 自称是自焚者之一的刘宝荣说,自己喝了大雪碧,平半瓶汽油但具医学百科技载人体口服汽油7.5克,每每公斤体重就能导致死亡。 读者从下面的慢镜头影片分析,可看到更多疑点和漏洞。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李东升被判刑李东升。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2016年1月12日被判刑15年,李东升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前面迫害法轮功,实施血腥,残酷的灭绝政策。 李东升自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其大担任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副部长,公安部副部长时期跟随江泽民,周永康等慢力迫害法轮功。 他也是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主要实施人之一。 李东升被中央电视台抛出的一系列栽赃法轮功的杀人案,自杀案,投毒案,难逃习就比如2001年12月16日新华社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焦点访谈节目已经成续案,傅宜宾是傅杀妻为宁。 对法轮功发起新一轮的公式焦点访谈中复宜宾,声称我把他们杀了,整个我们这一个大家子,修炼成了以后,到了极乐世界永享欢乐。 然而在法轮功任何著作中都找不到杀人就是杜仁这一逻辑相反。 在法轮功著作转法轮中,却明确写道炼工人,不能杀生。 美国精神病专家Viviana,该类医生指出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看,傅宜宾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精神病,患者2001年11月25日杀死他的父亲和妻子,使他是犯有精神病的,并且直到2001年12月17日,他接受采访使他看上去,仍然精神异常。 当他杀人的时候,他不仅患有妄想症并且表现出命令是幻听及能量异常增多的症状,他似乎患有慢性精神病。 曾经认识傅宜宾邻居的马瑞基女士,也证实了傅宜宾早就患有精神病。 马瑞基女士说,傅宜宾这个人其实在几年前就已经精神不正常了。 他有一个亲戚在黄寺大街附近住,和我曾经是同事大概在93年的时候,他的这个亲戚就跟我们说过,说他经常不穿衣服一丝不挂的,就到处乱跑家里人,怎么管都管不住也就是说。 当时他已经是精神不正常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7月21日到2005年为止的六年半中,李东升主导的焦点访谈共播出102集诋毁法轮功的节目,其中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到年底的五个多月,就占了39集央视主持人罗金癌症身亡。 罗金原中共央视主持人,新闻编辑部副科长,中共时期大代表,享受央视特殊津贴。 2008年6月5日罗金死于淋巴癌。 原中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罗金于2009年6月5日死于淋巴癌,扩散中年48岁也有一。 说说其死于艾滋病视频截图罗金生前是央视散播谎言的主要执行者。 至1999年7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后罗金成为中共主要的话筒。 大量播报污蔑法轮功的虚假消息,包括抹黑法轮功学员的425万人上访事件。 425是指1999年4月25日,约1万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与中南海相邻的北京信访办理性要求释放被天津警察无故殴打的学员,要求中共当局给予一个合法的自由练功环境的上访事件。 425由天津公安局打人事件,引发1999年4月18至24日,天津部分法轮功学员针对中共媒体对法轮功的不实报道。 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应和澄清市12、1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房,报警察殴打和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造成流血事件。 40多人被抓当法轮功学员去反应情况,请求放人时去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1999年4月25日,那天,时任总理朱荣基,接见了三位法轮功学员代表。 其他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外静静地等候,得知在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已获释后,上访的人群平静的散去走前他们把地上清理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一片碎纸。 还捡走警察扔下的烟头上访,得以和平解决,震动了世界许多国际媒体给予肯定。 趁之为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 425上访,事件中法轮功学员去的是中南海隔壁的信访办。 但是被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共媒体蓄意抹黑成为宫中南海,中共喉舌媒体针对法轮功的谎言重伤,持续19年至今显为人知的事。 这些负面文宣,却与19年前的正面报道,形成鲜明对比。 迫害前大陆媒体正面报道 法轮功1999年,以前大陆媒体曾多次正面,客观地报道法轮功1993年8月底中共中宣布和公安部联合召开全国建议荣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应邀带领弟子为近百名会议代表免费治病。 1993年9月21日,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法轮功为建议荣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一文。 报道表示公安部建议荣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993年9月21日,中共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道法轮功为建议荣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 表示公安部建议荣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明会往中共央视1998年5月15日晚时时,在第一套节目《晚间新闻》和第五套节目中分别报道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视察长春以及法轮功区变健身的盛况。 时间大约10分钟,1998年11月10日,《阳城晚报》刊登了题为《老少接恋》,法轮功的文章。 1997年12月24日,医药保健报刊登题为《趋病健身首选法轮功》的文章。 1998年7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以《我站起来了》为题,报道了河北邯郸家庭妇女谢秀芬,在瘫痪16年,以后因练法轮功恢复了行走能力。 1998年8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沈阳亚洲体育节中华传统养生健身活动周开幕式上,法轮功学员们讲述自己的多种疑难杂症,通过练法轮功而痊愈的情况。 1998年12月31日,《中国深星时报》,在热点专题版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法轮功简介以及法轮功修心健身走鞘蓬城3000学员勤修炼乐此不疲,大学校园设练功点教授学生自发练功,法轮功趋病效果明显不少病患者深受其异,等文章并配以欺负法轮功学员心得交流会及练功的彩色照片。 法轮功红传世界法轮功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大陆长春传出,至1999年修炼人数达以艺人学员分布,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各行各业,包括政府官员、军警、知识分子、艺术家、工人、农民等虽然历经残酷打压,但大陆众多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在迫害中屹立不倒至今。 法轮功至今红传世界120多各国家和地区,受到各族异民众的喜爱,其主要书籍转法轮被译成39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褒奖不断200。 0年至2003年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1年,各界颁与法轮功的各类褒奖,合计1632项通过支持的决议案313件支持信函,累计2552封,仅2017年美国各籍政府,正要至少通过了6个表彰法轮功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决议案,颁发了46个褒奖,另签发了9封贺信。 感谢观看